在昨天还是东北风的影响 但是到了昨天的晚上的时候呢 这北部可是飘着雨 应该是说昨天的下午以后开始 北部飘着雨最主要的原因呢 东北季风增强了 所以就来看一下现在清晨的温度状况了 在现在的户外天气我们可以注意到 跟昨天的清晨比较之下呢 这气温可是低了两度呢 昨天的这个时候是17度 现在呢是15度 到了中部地区16 南部地区19 但是可以注意到云层量在中南部已经开始减少了 今天的气温其实白天呢会开始略微的上升了 外岛地区的温度马祖还是偏冷 只有在11度到了澎湖17度 今天的天气形态来说 刚好是一个要转变的时间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注意到天气形态来说 北部云量多东部云量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昨天北方的高压下来 再带下来比较强的冷空气使得北部地区的气温略为下降 今天清晨的最低温在淡水只有14度 但现在呢温度状况来说还是以北部地区比较偏凉一点 北方的高压的位置现在在哪里呢 就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 从地面天气图就可以注意到高压了 现在目前已经到了山东了 逐渐往黄海的方向移动 在今天随着高压的出海 我们的风向由东北风要渐渐地转为东风了 所以在今天冷空气的量开始减少 中午的温度会比昨天中午要高一点 北部昨天18度 今天可以升到19度 到了今天晚上的气温呢 跟昨天晚上相较之下 可就有升到更多呢 到了明天白天 随着高压逐渐移到韩国的位置 到日本位置以后 我们的风向开始吹东南风上来 这温度的感觉跟今天可就截然不同了 北部的高温可是会回到26度呢 目前来看稳定的好天气 可以一直持续到周六 周六也蛮适合去清明扫墓的 不过到了周日的时候呢 北方又有封面要再度接近 北部地区到了周日的下午 又要转为有短暂雨了 所以呢 如果您这个周休假期准备要扫墓 星期六倒是蛮适合的 但这几天其实气温的变化 在北部的朋友感受上 可是特别的明显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整个温度的状况了 在今天清晨的天气还是偏冷 到了明天呢 可就明显的要回暖了 我们看到呢 在昨天中午的高温在18度 到了今天的清晨 只有在14度 但温度状况来说 现在的温度已经开始要逐渐的上升了 到了中午呢 可就回到了19度 但跟昨天相较高了1度 北部的朋友感受上 其实今天还是凉凉的天气 所以外出穿着 还是要注意到保暖 到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时候 低温的部分就已经在17度 可以看到 没有再降到14度那么的冷了 不过明天的中午呢 可就回到了26度了 所以呢 天气形态来说 明天可是明显的回暖了 再来我们就看看今天的温度变化 在今天白天的天气形态来说 北部地区云层量偏多一点 零星的短暂雨在北部海岸线 还有山区的部分 温度呢 今天白天开始感觉起来有点回升了 中午在19度 但是还是要提醒您 现在出门的温度 还是偏冷 记得骑车或者外出 都要注意到保暖 中部地区呢 中午的温度上升以后 到了中午会到24度 阳光呢 有机会从云凤中露脸 南部地区呢 中午高温可就回到了28了 中午是暖和的感觉 可就特别的明显 东半部地区呢 在宜蘭以北 东北角 倒是有一点点零星的短暂雨 在早晚的时候 云层量东部还是偏多 所以今天的天气形态来说 清晨还是比较寒冷 外出活动 注意保暖 现场交还给孰芬